這個大家比較不知道的是 以前我們都只有關心這個疾病 我們後來發現說 光是走路這件事情 就可以預測一個人的這個 叫作死亡率 走路慢的人 比走路快的人 差不多死亡率可以多五成左右 那你問我說 什麼樣叫做慢 對不對 那研究上有一個數據 譬如說 走這個每秒鐘的速度是小於一公尺 可是你又很難測測一秒鐘兩秒鐘 所以我通常跟病人講是這樣 這是紅燈對不對 綠燈的我開始走 然後我就走走走走 用正常速度走 如果那個綠燈變紅燈了 我還沒有過去 這個就太慢 這樣可以嗎 這有沒有簡單一點 這你可能就應該看一下醫生 所以走路太慢其實是不太好的 其實走慢 太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檢查 我們常驗的叫做 五公尺行走 就是有九公尺讓你走 這個五公尺二到七 然後看你總共花多少秒 不過這個是為了做研究 但是我剛才講 臨床上你就做這個就好 除了走路之外 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說 如果你的手的力量或腳的力量變差 死亡率也會變高 所以一樣要問你說 什麼樣才就是肌力變差 我們通常是說 大家有沒有開過愛滋味滑瓜 如果轉不太開的 或者是扭毛巾扭不乾的 你可能就是肌力稍微差了一點 這個也可以來看醫生 那我們臨床上會用一個叫做握力器 這個有沒有握力器 欣賞一下 不會痛了 這個叫握力器 那就可以真的看看你有多少的握力 那通常是男生要大約30公斤 女生至少要大約20公斤 你才會覺得握力是夠的 那如果是握力也不好的 然後走路也慢的 那我們會再去量一個東西叫做肌肉的質量 就是看你的肌肉量有沒有變少 那如果有的話就叫肌少症 就是肌肉變少了的意思 那這種要怎麼辦 其實也沒有想像那麼困難 通常做兩件事 一個就是多吃肉 可以啦 第二個是多運動 這樣可以啦 那吃肉的時候一定要配運動 我們有一個研究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單純的運動 就是從肌肉可以從這邊長到這邊 那如果你吃肉吃蛋白質加運動 就可以從這邊長到這邊 那如果你單純只有吃肉沒有運動 你的肌肉只有這樣 可以嗎 跟那個什麼都不吃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就要一直很強調說 小時候你一定有看過 那個一個電視廣告 那種肌肉男有沒有 然後就做完運動 他就喝一杯那個 蛋白質補充品有沒有 這是對的 這樣可以 因為你就把這個概念放在心裡面 就是你一面吃你的蛋白質補充品 你就要一面做運動 你的肉才會長出來 吃肉補肉這句話也是對的 可是要做運動才會補得起來 這樣 好 好